疫情限制人流移动 却阻挡不了网路流通 因此许多业者纷纷在三级警戒后 转战网路销售平台 但竞争激烈的网路市场 原乡产业如何占有一席之地 电商顾问客人要表示 产品故事性就很重要 像这类采收或是栽种过程 若透过短片记录公开 在消费者讲求产品品质的时代下 也能大大抓住他们的眼球 若在家境生长环境或是文化背景 产品的故事性会更为完整 像是抢公宅配市场的阿富 就透过社群媒体 记录烤肉的前置过程 并看准疫情大家无法出门的状况 喊出台东味道 也将产品打进庞大的网路市场 不过现行市面上网路平台多样 像是大型电商平台 或是业者直接从社群媒体下手 甚至也有店家自立网站 这时候业者就必须评估自己的产品特性 选定选定选择合的行销通路 像是除果类具有及时性的产品 就可以考虑社群媒体通路 至于大型电商平台 较有完整的支付系统 相对有保障 自立网站的业者 在行销手法则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客人要建议 往多元的通路发展 对未来销售会有帮助 不过也提醒 经营网路市场 同时要留意产品 是否有检验报告及其他证明 或是符合网路交易相关规范 也是新闻 阿斯巴拉路亚台北市台东线采访报导